我認為社工是專業的工作 可以幫助一些受助者 特別是在學校工作幫助同學 令他們不懂得如何生活 或者懂得如何處理和人相處的層面 也幫助他們在社會上有所貢獻 也有所成長 現在我工作的範疇最主要有兩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協助身心障礙的同學 進入不同的學校部門 例如學院 書院 或其他設施需要一些協調 我是做一個協調人去幫助他們在學校的生活 另一個層面是處理學生的危機個案 例如學生在校園撞車 要看有什麼支援 如果學生在精神疾患中需要送院 我都會陪同送院 見過這些學生 都很成功地做一些學生領袖 到現在社會上的領袖 所以這是我熱愛工作 有滿足感的原因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